奥运比赛的间歇,我推荐五部奥运电影给大家 他们集中了奥运赛场内外的精彩故事 第一部,5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得主叫做火的战车 故事的背景是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 在100米和400米两个项目上 两位年轻人为了身份、信念、使命而奔跑 喜欢跑步的朋友可以看看这部有些年头的影片 顺道了解一下奥林匹克的发展史 这部电影的配乐十分经典 就是你在背景里听到的这首歌 作者是希腊作曲家范吉利斯 他也是银翼杀手的配乐师 第二部电影《黑色闪电》上映于2016年 故事的主角叫做杰西欧文斯 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 他获得了100米、200米、4乘100米和跳远的四枚金牌 据说这届奥运会是希特勒为了展示亚利安人的优越感才举办的 德国获得了33枚奥运金牌 但是杰西欧文斯作为一名黑人运动员 依靠出色的运动能力 让希特勒一时间下巴来台 据说希特勒拒绝和他握手 这部电影上映后获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但是电影没提到一件事 希特勒拒绝和杰西欧文斯握手 回到美国的本土 罗斯福总统也一样拒绝和他握手 因为种族歧视 他甚至丢掉了工作 有时被迫要和动物赛跑 关于杰西欧文斯的人生 这部黑色闪电说了一小半 第三部影片叫做狐狸猎手 故事的主角叫做马克舒尔茨 他和哥哥戴夫舒尔茨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同时赢得了摔跤比赛的金牌 但是和你想的不一样 这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在获得金牌后马克加入了一位富商杜邦的俱乐部 因此和哥哥越走越远 而这位富商杜邦又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 反复无常 在他的影响下 舒尔茨兄弟的关系逐渐走向恶劣 但最终马克决定走出杜邦的阴影 回归到哥哥的俱乐部 回归到自己的大家庭 可故事的结局是 杜邦射杀了马克的哥哥代夫 并最终锒铛入狱 所以这是个让人唏嘘的故事 上映于2014年 第四部影片改编自美国奥运史上的一大丑闻 名字叫做《我花样女王》 故事的主角叫做坦雅哈定 是美国的一位花样滑冰选手 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比赛当中 完成三周半跳的选手 并且获得了1991年世界花样滑冰的金牌 1994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挪威举行 当时坦雅在国内有一位劲敌 叫做南希克里根 为了战胜这位对手 坦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他涉嫌找人打断南希的腿 最终因为这件事 他被终身竞赛 之后还转行打起了拳击 从花华女王到拳击选手 这个跨度真是不小 扮演坦雅的是小丑女马格罗比 他也因为这部片提名了奥斯卡影后 最后一部片 名字叫《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国产电影 这部片子的主角叫做刘长春 他出生于1909年 在1932年他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 当时想要参加比赛 维满洲国愿意出资 但需代表维满洲国出赛 刘长春怒斥 良心尚在 热血尚流 岂能叛国 为人马牛 这之后在张学良的资助下 他代表中国人参加了比赛 这是中国人的身影 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运动的赛场上 当时他的百米最好成绩是10秒8 但是因为舟车劳顿 第一轮就遭到了淘汰 多年后的今天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后辈苏炳天 可以跑出9秒83的百米成绩 冲进世界百米赛场的决赛 在天之灵应该得到了告尾吧